北京昨天取消了离婚三年内买房的限制 两口子不管你们现在有多少套房 但如果离婚了以后有一方是没有房的 那你马上就可以买 还给你算首套 这个离婚三年限购的政策是21年的8月份开始执行的 当时是说呢 如果原来的家庭离婚前已经有两套级以上住房的 那离婚以后双方三年内都不能在北京再买房 当时出台这个政策的背景是因为地产市场太火热了 那会儿为了抢房 真是有不少人通过离婚曲线救过 有数据显示啊 北京离婚人士马上就买房的比例达到了接近14% 跟前两年相比有明显的增高 那这个事儿具体怎么操作呢 比如说一个家庭原来有两套房 那离婚之后呢 就把所有的房产转到其中一个人的名下 而另一方不就变成了单身的了吗 他就有了再买房的资格了 那个时候民政局门口直接都写着 买房有风险 离婚需谨慎 因为有不少的家庭 他一开始就是为了买房钻空子 假离婚的 可是到了最后呢 反而是弄巧成真了 于是北京就赶紧开始堵漏洞 就出台了这个离婚限购政策 那现在看来 当年被这个政策堵住的人们 应该感谢这个政策呀 因为当年要是买成了 现在估计得赔钱了 现如今这个政策不到三年就下架 确实是因为环境变了 因为现在房子真的卖不动了 再继续这个政策也没有什么意义嘛 2月份北京新房成交1143套 什么概念呢 去年2月份这个数据是3400套 也就是说跟去年2月份相比 下降65% 而去年3月份的成交 更是高达5000多套 所以不用想 今年3月份跟去年3月份相比 还会更难看 而且今年的1、2月份 是逐级往下降的 1月份成交还有3100多套呢 到了2月份就剩1100多套了 环比也下跌了63% 至于说二手房的成交也是一样很难看的 2月份北京二手住宅成交6393套 1月份是12530套 环比下跌49% 而去年2月份15000多套 同比也下跌58.5% 超过腰斩了都 今年以来其实一线城市已经各种放松限购了 加上房贷利率也在下调 利好是不断的 可是现在房价下跌还是没有止住 2月份一线城市二手房的销售价格 环比下降了0.8% 而北京 上海 广州和深圳 分别下降了0.9% 0.6% 1.0%和0.5% 那现在北京虽然说取消了这个离婚限购 但是再看一下现在的价格和成交量 估计取消离婚限购之后 也没有人会再假离婚去买房了 倒是会不会有人为了卖房而假离婚 好享受着唯一住房的税收优惠 能够更好地把房子卖出去呢 取消离婚限购的政策一出来 就像是任泽平说的 现在结婚的都不买 放开离婚的有多大意义呢 建议步子再大一点 全面放开非核心区域的限购 至于核心区域呢 可以降低个税 社保缴纳年限 首付笔 利率 支持刚需和改善性需求 但是即便真按照任泽平的提议做了 估计房价也是很难 再出现大幅的反弹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 当下最主要的是软着陆啊 得恢复市场的信心 稳楼市 其实是在稳经济和就业呀 凭什么富人越来越富 而穷人却越来越穷呢 因为有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是 不管是在通胀周期 还是在通缩周期里 严格来说 他们对于普通人都不友好 比如说在通货膨胀周期 货币供应充足 投资过剩 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整体来看劳动者的收入提高 但是有钱人呢 他拥有更多的资产 他的资产升值和运营带来的财富 肯定会远远高于普通劳动者 虽然说劳动者富裕了 但是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 在这个阶段反而是明显在增加的 而通货紧缩周期是百业萧条 资产价格也在下跌 可能会有一批中产反贫 也可能会有一批滥用杠杆的 有钱人面临破产 收入差距整体来看好像缩小了 但是呢 普通劳动者的日子 也会变得不太好过 因为公司挣不到钱了 普通劳动者可能会面临着收入下滑 甚至是失业 比如说直观点来讲啊 房地产泡沫 在房地产吹泡沫的周期里 劳动者的工资再怎么上涨 都不可能追得上房价的上涨 而到了泡沫破裂周期 虽然说房价停止上涨 甚至房价下跌了 但是泡沫破裂会影响到宏观经济 劳动者的收入也会开始停止 不光是地产啊 很多重要的行业 都是存在的类似情况的 而这些行业 大多数都是同步于经济周期的 所以从理论上来讲 做大蛋糕跟分云蛋糕很难兼顾 上涨又想要收入平等 在残酷的周期里 很难付诸于现实 所以呢普通人咋办呢 其实也没有必要灰心 因为整体上难以实现 不代表个体上无法实现 至于如何实现 思路也并不复杂 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 自身的劳动力 就是你最保值的资产了 它也是最现实的 能够把握在自己手里的东西 有人可能是通过 投资了风险资产 或者投资到了某个风口上创业 实现了一飞重天 但那些毕竟是少数啊 天赋努力 还有运气可能缺一不可 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 把有限的资源 投资于自身劳动力 这个可能会是 更加现实的选择 比如说通过阅读提升思维 通过锻炼保持健康 通过学习掌握技能 这些像废话一样的常识 却是劳动力增值 最有效的办法 几本书 一套健身器械 一些专业技能的网课 这些投资微乎其微 却能够使你的劳动力 大幅增值 其实这些道理我们都知道 只是可能做不到 或者是坚持不了 在很多时候呢 想要改变命运 你不需要掌控 社会经济的规律 你只需要控制自己 当狮子在身后追赶你的时候呢 你也不需要跑赢那头狮子 你只要能够跑赢 其他人就可以了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简单而又残酷 黄金价格再创新高 金价还会涨吗 一个月前咱们就聊过了 当时提到说黄金 还有上涨的空间 但也不要预期太高了 而这期视频主要针对的是 那些想要投资黄金 却又不知道有哪些渠道 或者说哪个渠道更划算 更适合自己的朋友的 所以呢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下 如何投资黄金 首先呢 是实物金条 其实金条适合大富豪 不介意普通人投资 因为金条它会有加工 运输 保管等等各种成本 这些成本都会变成 你交易中的损耗 而且买金条 也容易被人家偷走 变现的时候也不好卖 还有可能会出现 明明金价涨了 但是你的卖出价 却比买入价还要低的情况 但如果你说我非要买金条 那就去银行买 会比金店的价格要便宜 然后呢 就是黄金ETF了 炒股的朋友都知道 有很多股票ETF嘛 什么护身300ETF 半导体ETF等等 本质上呢 它就是把投资者的钱 凑在一起 买入一揽子的股票 这个ETF的涨跌 跟这一揽子的股票 是挂钩的 但是黄金ETF挂钩的 就不是黄金公司股票了 它是直接跟金价挂钩的 买黄金ETF 实际上就是买交易所里的 15黄金 黄金ETF的优势在于 买入方便 基本上没有金额限制 手续费也低 每次交易只要万分之三 远远低于 15黄金的交易损耗 而且呢 可以实时交易 所以呢 它就会比较适合那些 金额灵活 喜欢做个差价的投资者 但是缺点就是 你必须要有个证券账户 在各大证券公司的 交易软件里面 搜索黄金ETF 就可以买了 那你说我没有证券账户 怎么办呢 可以买场外黄金基金啊 在某宝某天 这些基金平台上 搜索黄金都能找得到 优点是门槛低 多数人都可以快速参与 缺点是 没有办法实时交易 只能以收盘结算 而且如果你拿了不到 7天就卖出的话 有的会跟你收 1%以上的管理费 那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呢 建议尽量选规模比较大的 运营时间比较长的 大牌基金 同时一定要看清楚啊 得是买了指数跟踪类的 千万不要买错 买成持有股票的基金了 还有就是黄金基存金 这个呢 可以在各个手机银行的 贵金属业务里面找得到 设置一个定期买入 优点就可以像定投一样 强制你储蓄 缺点是因为这个东西 建仓速度太慢了 它的储蓄功能 会大于投资功能 而且如果买这个 一定要注意了 有两种基存金 一种是买入以后 积累到一定数量 可以卖出的 一种是可以选择卖出 也可以选择兑换成 实物黄金的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 兑换成实物黄金的需求的话 就注意回避了 因为它会提前跟你收取 额外的手续费 其实以前手机银行 还可以玩双向交易的纸黄金 但因为这个东西风险过高 已经被叫停了 另外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 带杠杠的品种 我就也不介绍了哈 因为不建议大家去玩 虽然说现在黄金还在涨 但是能涨到多少 不是我能预测的事情 在这里呢 我只给大家分享一些 购买的渠道 随着黄金波动的 加大建议 还是不要忘记 把控风险哦 人均存款11万 这个一季度的存款数据 让众多的网友怀疑人生 感叹自己是不是拖了后腿 还有个数据 更为瞎人诛心 一季度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是11539元 这个数字比2019年的同期 增长了35.9% 看到这么高的增速 有没有一种 岁外游荣的感觉呢 落后平均水平 并不丢人 因为这不是影响数 而是时代的主题 变成了K型复苏 在疫情之后呢 美联储无限的印钞 各个样行一起放水 天量货币通过 抬高资产价格的方式 流到了富人的口袋里 即便后面快速加息 也是付水难收 另一方面呢 生活消费乃至生产方式都在改变 新兴科技崛起 传统行业加速的衰落 那些门槛比较低的制造企业 需求下滑 竞争加剧 最终呢 你就发现不同地区 不同行业 不同群体之间 呈现出了不均衡的复苏状况 比如说 像科技企业 大型企业 电商平台的复苏是比较快的 而小微企业 低附加值的制造业 仍然维持在低位 一些白领和蓝领的收入 并没有太大的提升 甚至有一些中产移民楼市股市财富还缩水了 这几年人均存款大增 收入大增 其实还是靠了一部分富人的拉动 这种K型复苏的财富 最终导致的是K型复苏的消费 也就是局部的消费升级 和普遍的消费降级 畅销品呢 要么就是那种高端的产品 奢侈商品 要么就是性价比很高的便宜商品 在网上9块9就能买一大兜的零食 这在以前逛超市的时代难以想象 而这一波的消费降级 对普通人来说并非没有好处 它改变了品牌和商家主导的卖方生态 其实五年以前 消费升级的这个说法都是非常流行的 但是呢 很多商品的升级 不过是商家跟平台联手制造的幻觉 让消费者在没有选择权的情况下 被迫接受高价商品 可是现在呢 不管是商品还是渠道都走向过剩了 进入到了买方市场 各个平台终于意识到了 长期来看 只会因为失去消费者而失去商家 不会因为失去商家而失去消费者 所以呢 现在产业开始自我纠正 平台也把服务的重点 从商家转向了消费者 其实呢 这个过程各个国家都有经历 比如说像芒格所重爱的零售商 开试课 就承诺限制商品的定价 绝大多数商品的毛利率 不能超过14% 而且呢 各个主播也开始发现 更低的成本才是成功的原因 而流量只是成功的结果 那东西都这么便宜了 商家怎么赚钱呢 只有降成本呢 消费降级可能造就一大批商家的淘汰 但是长期来看 它也会加速产业的升级 比如说像小日子 失去的30年中 丰田 优衣库 索尼等等一批公司 却在逆势的崛起 为了节省成本 小日子能给一家工厂装600台电表 实时计算着电费 能够用机器人把模具的更换时间 从20分钟缩短成1分钟 据说在车间里多开个灯 都会被师傅骂 所以呢 与其吹捧工匠精神 还不如说是极致的性价比 为了能够在内销和出口上夺会优势 企业就只能通过技术创新 和精细管理 省下每一分钱 而这个进程 或许也在我们的身上重演 一批有科技 有创意 或者有理想的国货品牌 将会在消费降级的背景下 逆势崛起走向世界 都明白 经济只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怎么让有钱的花钱 一个是怎么让没钱的赚钱 但是有钱的不花钱 没钱的就赚不到钱 财富通过消费转移的 不仅需要服务业发展 也需要国货品牌的逆袭 有钱人什么时候不再跑到国外去 买包买表买化妆品 甚至买马桶盖 咱们的内需才会有高质量的改善